各位同学 早安 我们先来谈一下关于3.1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南宋 那之前呢有讲到说 北宗的建立跟北宗的灭亡 就是发生了金康之难的结果呢 导致这个北宗灭亡嘛 那接下来讲说这个宋朝接下来的发展 就是南宋的部分 南宋是在127年建立到1279年 就是灭亡为止 所以总共历史呢152年之久 建立者是谁呢 就赵沟就所谓的宋高中 他就是宋庆宗的弟弟 定路在临安 就现在的浙江的杭州 所以当时南宋呢 是面对着女真人 所建立起来这个金国的侵扰 但是呢朝廷是组合的 选择偏居南方 他们没有心 把北方这个国土呢给抢回来 所以到时候这个南宋呢 是被蒙古人所灭 是在1279年的时候呢 被蒙古人所灭掉 所以因此走向了灭亡 那图像中这位人物呢 就是宋高中的画像 这张呢是属于南宋的地图 那我们看一下南宋定路是在临安 就现在的浙江杭州 所以我们把这临安给圈起来 就是靠近东海的部分 所以呢在这张地图当中 你可以发现到说 在北方有两个比较威胁南宋政权的 这个北方的有牧民主 一个是金 一个是西夏 那北宋的凉湖已经不见了 为什么呢 已经被这个金给灭掉了 所以金取代了凉 那还有跟北方地方出现蒙古 这是后期出现的 所以后来的蒙古人就把这南宋给灭掉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地图的比较 左边呢是北宋 右边呢是南宋 所以我们看一下北宋时期的时候呢 它这地图显示是在1111年的时候的地图 所以这北宋是在960年初年的时候呢 由赵黄英所建立的 所以这是建国不久的时期 在北宋的北方出现两个构成威胁的北方的有牧民主 一个是辽国 一个是西夏 那后期呢出现了金 所以再把这北宋给灭掉 那再来看右边的地图就是南宋的地图 那你们看到说这个国土方面呢 这是缩小了不少 北宋时期至少还有大部分的国土 南宋就一直往南部去退 退到这个岭岸这边 所以呢在南宋时期呢 出现了这个北方的有牧民主的威胁 是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金这个国家 第二个呢就是蒙古 还有第三个就西夏 所以三个正确的威胁 造成这南宋呢就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那我们在商堂课之中呢 曾经提到说北宋的灭亡是如此的惨烈 到南宋的时候是更加的惨烈 松朝末里的时候呢 出现时候的宋末三姐是指谁呢 是指文天祥 如书夫和张世杰 这三位人物呢 他们非常忠心耿耿 好故事是如此的 在1276年的2月的时候呢 南宋朝廷在临安举行了授想仪式 当时的皇帝松公帝被俘虏了 南宋因此而灭亡 那这南宋表面上的灭亡 并没办法交袭 宋朝宗室和爱国居民的西呢 他们仍然是不屈不扰的 英勇的抵抗着这个元朝的蒙古人 随到时候呢 宋公帝的弟弟呢 义王赵氏和魏王赵饼 在忠心耿耿的维武群臣的保护之下 终于能够顺利逃出了临安 最后呢 陆初夫就领着二王 跟文天祥还有张世杰呢 会合过后呢 决定组成南宋小朝廷 那继续流亡 他们逃去哪里呢 南逃到福州去 用力年仅七岁的这个造势为宋端中 但是非常不幸的 宋端中后来在整个流亡过程当中呢 因为他们这个流亡朝廷的是漂泊在海上 那不幸的呢 宋端中呢就落水染病而亡了 就没办法了 那时候呢 就是树倒狐顺散 大家都想散去了 但是呢 陆初夫呢 就是力挽狂澜 他说什么呢 我们至少还有个王子在哈 一定要保住自己的江山哈 所以呢 陆初夫呢 就被委认为做丞相 他就宰相了这个意思哈 张世杰呢 就住手在这个崖山外哈 跟这陆初夫一起合作起来哈 就是想要保有这南宋的政权哈 但是没想到呢 后来的事实的发展呢 就是并不是如此的如意哈 那你看到一所边这边呢 就所谓的崖山海战 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 一个很大的海战哈 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 关于南宋面亡非常悲壮的故事哈 故事呢 发生在公元1279年正月的时候呢 长驱直路的各路援军 相继已达到亚山 亚山就在现在的广东江门市 新辉区南亚门镇哈 对当时呢 南宋的这流亡的小朝廷呢 已经形成了三面包围之事 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宋军呢 只好跟援军呢 展开了激战 谁在三个月多月过后呢 全军覆没 谁当时呢 担任丞相的陆秀夫呢 就背负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就是他必须要护送 最后的一个皇帝 宋墨帝 才年仅八岁的小朋友哈 跟他的妈妈 乘坐着育船逃走哈 那张世杰呢 也帅船去接应 但是没想到呢 育船的体积太庞大了 被无数的船只呢 给逐格 而无法突破崇尾 所以只好派小船去接应 刚晚海面上风急浪高 迷雾四起 身手不见五指 张世杰就派出着小船 靠近过后呢 说明来意 陆秀夫呢 就非常的担心 一来担心说 要是宋墨帝 两母子呢 被出卖 或是被俘虏 受辱哈 怎么办 又怀疑是援军的右底之计 所以坚持不让这个宋墨帝呢 跟他的妈妈上船哈 所以呢 在情况之下呢 最后陆秀夫就做了个决定 他决定就是拔进 逼死自己的妻儿 然后投海自尽 最后决定就是要背上 八岁的小皇帝 投海自尽 当这个小皇帝呢 已经被投海自尽过后呢 这样的噩耗传过来的时候呢 他的妈妈叫梁太妃 非常的伤心啊 痛哭欲绝 说什么呢 我历经了千山万苦 才把这小皇帝带出来 他是我们造势 唯一的济世的一线指望啊 现在天命如此 生有何意 所以呢 他趁着不注意的时候呢 他自己投海自尽了 那张世杰呢 就把他就是葬在海滨的 就是海滩上面 那张世杰原本是很想保护 这个杨太妃的 没想到说杨太妃也自寻短见了 所以张世杰的结果呢 他也万念俱灰 他干嘛呢 他在这个飓风的 这个浪潮之下呢 就在这个败坏的船之里面呢 溺死于平章山下 他最后也被溺死了 所以张世杰也身亡了 这是非常壮烈的故事 那我们看到这图片当中呢 我写的是什么呢 岛海殉国 那岛海是什么意思呢 就投海自尽的意思 那图片当中就是 路修夫的这个画像 还有当时候我们后人 为他们所立下来的一个雕像 那南宋的碑根是唱也唱不完哈 那我们来讲第三位人物呢 就是爱国诗人也是民族英雄的 吻天翔哈 有个故事说什么呢 说张鸿范呢 还请他写信 劝详张世杰 当然文天翔是不从嘛 他就说我怎么会去劝详张世杰呢 我自己都不会投降 怎么会去劝这个张世杰去投降呢 所以呢他就大意凛然的写下了 流传千古的过灵丁阳 其中呢就有这两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许担心赵汉清 人生嘛 不管你是有钱没钱 你是皇帝还是你是乞丐 都必有一死 但是呢 我死我也死得很光彩 留许担心赵汉清的担心 指的是赤子之心哈 我至少留下我这个红红的赤子之心 来赵汉清 哈建子历史书 我宁可死也不要投降哈 所以呢 文天翔的这个正义凛然这样的正戏呢 为这个南宋呢写下了最后的一个句点哈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谈一下关于南宋的对外关系哈 那在南宋初年的时候呢 金兵南向的时候呢 至少还有韩世忠和岳飞 可以把门给击垮 但是呢 到1141年的时候呢 南宋竟然向金来祈求和平哈 双方就定立了什么呢 就定立这个绍兴合一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第一点呢 就是南宋向这个金称城 皇帝由金来赤封 所以这南宋政权呢 可以说是已经可有可无了 你连皇帝的这个继承人都没办法去自己做决定哈 所以由对方来赤封 这是非常耻辱的事情哈 再第二点呢 每年向这个金输出了银子25万两哈 捐25万匹哈 甚至呢 在第三点 两国是以拐河为界 南宋呢 就完全沦为金的蜀国哈 那这个金呢 与政人所建起来的金呢 始终还是灭不了这个南宋 因为双方的这个位置呢 还是属于军事立敌的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当中 就是南宋和金他的国土的所在哈 那你看到吗 金已经把辽给灭掉了哈 所以是一大块土地属于金呢 南宋只是一小块南方的土地而已哈 最后呢 把这南宋灭掉的就是谁呢 就是蒙古人哈 好 蒙古人非常的骁勇善战 他们非常爱情嘛 那介绍元朝之前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把南宋灭掉的蒙古人所建立起来的蒙古韩国哈 那蒙古韩国可以说是元朝的一个前身哈 他是由铁木真所建立起来的 蒙古族呢 就是居住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 在1206年的时候呢 由铁木真这个人统一了各部落 经营所谓的蒙古国哈 他被统称为什么呢 陈吉思韩 那陈吉思韩什么意思呢 陈吉思就是四海强大的意思 韩就是可汗的意思哈 就说蒙古人会对他们的君主称为可汗 陈吉思韩就说非常强大的可汗哈 那之所以强大呢 是因为蒙古曾经在他的同率之下呢 发动了三次的西征哈 在一二一九年到一二六年间的时候呢 就横化了亚洲和欧洲去攻打这两块大陆哈 所以呢 先后建立了四大韩国 有什么呢 清查韩国 查和台韩国 波国台韩国 伊尔韩国哈 那花香中这位人物就是所谓的铁木真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陈吉思韩 他去三次西征的过程当中 攻打过哪些地方哈 好 首先呢 他曾经进攻了这个西夏金跟高黎 在一二七年的时候呢 把西夏给灭亡了哈 在一二三四年的时候呢 蒙古人跟宋哈 就是联合起来把金给灭亡了哈 在一二五九年的时候呢 高黎就沦为蒙古的繁蜀 一二八五年的时候呢 甚至打到了东南亚这边哈 把免宇宙的普关王朝给灭亡哈 甚至呢 还征服了娇治 现在越南的北部还有战城哈 爪哇的地方哈 东南地方也是他的范围哈 可见他是非常的英勇善战的哈 好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部分讲到这边为止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